注意看,女人的身上长出了木耳 可怕的真菌在人的身体上大量繁衍 甚至能控制人类的大脑变成怪物 真菌的包子弥漫在这片原始森林中 只要吸上一口 致命的真菌很快就能在人身上长出蘑菇 这些包子竟等着猎物们进来 将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上去 这天,两名护灵员来到了这片森林 老黑在森林入口 给一些设备更换电池 阿珍自己伸入森林 准备找下其他地方安装的设备 但很快,他就迷失了方向 乌漏偏从连夜雨 迷路的阿珍又踩到一处陷阱 尖锐的木桩刺穿了他的脚 阿珍拿起对讲机,呼叫老黑帮忙 老黑的对讲机在船上放着 他去拿的时候,对讲机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等他捞出来的时候,对讲机没了声音 可能是进水损坏了对讲机 阿珍呼不到人,只能忍着剧痛 自己拔出了脚上的木棍 然后爬起来,痛苦地往前挪动 天色越来越晚 老黑也走进森林,尝试着寻找阿珍 阿珍拄着一根树枝,往前面瞎走 走着走着,居然发现了一个小木屋 木屋里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看起来似乎有人生活在这里 他顾不了那么多 暂时把这里当成了庇护所 脚上是一个贯穿的大伤口 阿珍忍着痛,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刚包好,门外就传来脚步声 接着两个男野人走了进来 阿珍本能地想抽刀自卫 刀还没拿出来 长着大胡子的男人就冲上来 用刀抵住了他的脖子 这男人开口问阿珍是谁 阿珍看对方会说话 赶紧表明了身份 并解释自己因受伤才找到了这里 男人看了他的脚,相信了他的话 并说,那个陷阱就是他们打猎设下的 找不到阿珍的老黑正在坐着休息 忽然听见背后有动静 老黑仓皇地逃跑 不小心被弯了一下,摔倒在地 老黑看清怪物的样子后 转身就逃 怪物嘶吼着寻声追去 恐惧的老黑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 接下来只需一天的功夫 老黑的身体里就会长出各种菌菇 早上,大胡子男人给阿珍的伤口敷上草药 然后让旁边的年轻男过来包扎 他还有其他的事要忙 年轻男给阿珍裹纱布的时候 眼睛不自主地朝阿珍腿上看去 看阿珍还在熟睡 他的手就开始不老实起来 阿珍此时感觉胳膊上长出来很多木耳 他一下子睁开了眼 看见胳膊上的木耳 阿珍惊恐地拔了起来 木耳都是从肉里面长出来的 怎么拔也拔不完 他崩溃地用力搓了起来 这时阿珍忽然醒了过来 原来是一场梦 看着正常的胳膊阿珍松了一口气 他还不知道 这个梦预示了他的命运 下午两个男人打猎回来了 阿珍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石器时代 吃完饭胡子男查看他的伤口 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阿珍这才知道胡子男名叫秦兽 以前还是个植物病理学的专家 年轻的男生是他儿子名叫秦分 当年他和妻子搞研究 进了这片森林 后来妻子得了怪病死了 儿子是去世前两年生的 他带着儿子就留在了这里 阿珍就有点纳闷 那你们为啥不出去呢 别别别 别别别人 阿珍的伤口居然就完全好了 这和禽兽说的神秘有关系吗 但禽兽看着 好像不打算解释 禽粪过来把一个东西放在阿珍身边 阿珍捡起来一看 是一个手工的吊坠 他开心地戴在了脖子上 禽兽过来道晚安 禽粪也站起来准备休息 旺盛的雄性荷尔蒙忽然 让阿珍非常不自在 夜里 阿珍正在熟睡的时候 一种类似藤蔓的东西 悄悄地伸向了他 门外似乎来了什么东西 父子俩悄悄地做着战斗的准备 禽兽示意阿珍不要出声 那东西没有视力 全靠听觉和嗅觉寻物 阿珍学着两人的样子 赶紧把伪装物涂在了身上 门外的东西开始撞门 父子俩紧张地盯着门 此时 那个像藤蔓的东西 从墙缝里伸进来 又悄悄地朝阿珍伸了过去 不过这次 阿珍发现了他 似乎是尖叫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门外的那东西 开始使劲地撞门 撞开后 一个人形怪物出现在门口 秦奋当即射了他一箭 这怪物乱叫着逃了出去 秦奋过去 想关上房门 此时 另一只怪物冲了过来 禽兽过去阻挡 也被打倒在地 几个人赶紧保持安静 这样怪物就无法定位他们 怪物失去目标后 嘶吼了一声 阿珍吓得低喊了一声 怪物马上发现了他 就在阿珍要被怪物抓住的时候 秦奋拿刀冲了过来 对着怪物连刺树下 怪物被打跑 但阿珍的身上被溅了很多血 禽兽的胳膊刚也被怪物划伤了 怪物走后 禽兽解答了阿珍的疑惑 说那些怪物 都是人被真菌感染后变的 阿珍有点不敢相信 在他的认知里 真菌没有这么大威力 早上 阿珍又被噩梦惊醒 坐起来看见 秦奋笑眯眯地看着他 不过现在阿珍已经自在多了 等大家都吃过饭以后 秦兽来到森林一棵古树前 古树上有一个不大的树洞 他对着树洞虔诚地拜了起来 然后把一杯写倒在了树洞里 树洞里很快就长出一些蘑菇 秦兽伸手去摘蘑菇 大家注意看 他昨晚的伤口 现在已经长出了木耳 秦兽从洞里拔了两根蘑菇 而且是标准的红散散 白杆杆 他拿起一颗吃了下去 然后把另一颗塞给了儿子 吃掉后 秦兽伤口处的木耳 马上就消失了 阿珍的胳膊上开始长木耳 昨晚怪物的血感染了他 秦兽看到后并没有打算治疗 而是催阿珍收拾东西 他要把阿珍送出森林 秦奋生气地冲了出去 能看出来他不同意父亲的做法 有点担心阿珍 秦兽并不在意儿子的反应 他送阿珍出去的路上 碰见了倒在树下的老黑 老黑身上已经长满了蘑菇和木耳 阿珍伤心地上前查看老黑的尸体 老黑并没有真正死去 而且还存有部分意识 得知来人是阿珍后 他请求阿珍结束他的生命 能看出来老黑非常痛苦 阿珍根本下不去手 秦兽过来递了一支剑 老黑张嘴含住了剑 然后毫不犹豫地抬头 让剑刺穿了自己的大脑 其实他们都明白 老黑不这么做的话 最后也会变成那种怪物 经过这一番折腾 他们引来了周围的感染者 两人只能放弃前进 赶紧逃回了小屋 阿珍的感染越来越严重了 连腿上也开始长木耳 他害怕变成老黑那样子 就祈求秦兽给他治疗 父子俩一直没被感染 他知道两人肯定有办法 秦兽拒绝了他的请求 并不耐烦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他来到那棵古树前祈祷 古树或许回应了他 但他的表情逐渐害怕起来 屋子里阿珍劝说秦粪跟他走 外面的世界非常精彩 秦粪可以跟他一起生活 正说着 秦兽从外面回来了 两人看着秦兽的表情 有点异常 但秦兽并没有说发生了什么 天亮后 阿珍发现自己腿上的木耳 越来越大了 并有蔓延起来的趋势 外面 秦兽照常给儿子吃那个蘑菇 这次儿子吃到嘴里后 站起来就走 秦兽不知道儿子啥意思 就在后面跟着儿子走 没想到秦粪跑回了家 上去就倾注了阿珍 阿珍吓了一跳 推开后才发现 秦粪塞给他一个蘑菇 他马上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放进嘴里吃了下去 后面秦兽赶了过来 看见两人的样子就明白了 但他没有说自己儿子 催促阿珍赶紧跟他离开森林 不过这次阿珍说要留下来 只一会儿功夫 阿珍就发现腿上的木耳变小了 阿珍留下来后 秦粪开始教他森林生活的必备技能 两个人整天有说有笑 关系更加清静起来 俗话说 三个和尚没水喝 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呢 秦兽看着是越来越不开心 这天 趁阿珍不在的时候 他把儿子叫了出去 路上秦粪问他要去哪里 他回答说 去给古树陷阱 等阿珍回来后 发现家里没人 就赶紧拿上弓箭 出门去寻找父子俩 但刚出门没走多远 就看见前面路上 站着一个感染者 阿珍只能悄悄地躲在树后 祈祷感染者赶紧离开 秦兽带着儿子来到古树前 说这次古树挑中了他 情分还没搞懂 这是什么意思 就被父亲从后面划了一下 这倒霉孩子 这一下才算明白过来 他想起身反抗 秦兽死死地压住他 古树的树根 趁机缠住了他的手 把他死死地固定在地上 更诡异的是 天也瞬间黑了下来 森林里马上变成了晚上 秦兽准备动手的时候 阿珍终于赶了过来 秦兽上前准备补刀 背后忽然被捅了一下 他扭头看 果然是儿子挣脱了树根 秦兽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那些感染者纹生都跑了过来 阿珍见状 赶紧拉着秦分逃跑 把秦兽自己扔在了这里 两人逃回木屋 并锁上了门 等天亮后 秦兽的背上已经长出了木耳 他祈求古树给他蘑菇 但这次树洞里 只有枯枝烂叶 他吃了几口后 绝望地躺在了地上 而阿珍也没有逃出 被感染的命运 趁着还有意识的时候 他再次劝说秦分离开森林 到外面的世界 去过正常的生活 秦分心中纵有万般不舍 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真君很快就占据了阿珍的身体 长出的蘑菇 覆盖了他的全身 他用最后残存的一点意识 拔出秦分随身的匕首 用力划开了自己的脖子 电影的最后 秦分听从阿珍的建议 真的回到了城市 他在一个快餐店吃了点东西 吃完走了以后 镜头照向他吃剩的食物 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